Hello 這個是關於曼德拉效應怎樣發生的 那我是想了很久了 因為自從我發現第一個曼德拉效應有七年八年 七年左右 那...就... 總是想這個這麼... 這麼靈異的事情怎樣發生的呢? 那我一直都想不到 是無論怎樣想 都有一堆可能性的平衡宇宙 又或者是有人改變了時間 有人改變了歷史 有人做了不同的事情 那其實... 究竟是最大... 即是...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呢? 那是... 我都是想來想去 都是... 沒有辦法可以... 有一個完美的解釋 尤其是... 直至我發現... 當天就是... 在婚子變成... 變成婚子變成舞 entered犬 pond 那為什麼我經歷了三個轉變 而在... 而這個轉變很多分鐘之內的 哪 Holz in 為什麼呢? 其實一年前已經開始聽的了 那他最近這幾個月就有一位 哇 我很尊敬 我很敬重的一位 他的嘉賓主持就叫Johnny Johnny也是藝名來的 不是真名來的 但是名字根本不重要 重要就是他所說的東西 對我是很大的啟發 那他不單止他就解釋了時間線 是怎樣影響這個曼德拉效應 其實曼德拉效應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副產品 那重點就在這個時間線 那我不如就集中說時間線 就解釋怎樣時間線 令到這個曼德拉效應發生 如果你在網上打timeline 而是如果文字你更加很難明白 那如果你打timeline 你而是選 image 那當然那位人輕都是很痛苦地去想了 這樣設計出來 令你去明白一個 將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就變成文字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身上不是很work 我也是不是很明白 那這一個是另外一個方法去表達 但是我也是不明白 那這一個就是那位嘉賓主持Johnny的解釋 就是好像將一些佛木 就將一些一條條的木 就丟到河裡 就沖到下游 那些工人就在下游裡等 就不用用人力去搬 這一粒粒這麼重的木下山了 那現在時間線怎樣比喻呢 就是這塊是A木 B木、C木 一些不可以控制到他跳來跳去的那些人 他永遠就留在A木 那你問他 那件事是怎樣 他就說是A 你問B 他看到什麼 B 那C就是C 那但是一些人呢 他可以在時間線之間 穿穿插插的人呢 他就會由A跳去B 那他就跟B上面的人說 為什麼會是B呢 不是A嗎 但是B從來沒有離開過B 這個人 那他就說不是 一向都是B 那這個人跳來跳去 由B就跳去C 那他就說 咦 為什麼會是C呢 那這個人呢 在C上面原本的人就問他 這個女兒說話這麼奇怪 那當然是C啦 一向都是C 然後呢 這個跳來跳去的人就說 我看過有A和B 為什麼會變成C呢 那但是這個跳來跳去的這個人呢 可能就是 比如好像我啦 比如好像其他一些 經歷到曼德拉效應的人呢 他們原來就在時間線之間跳來跳去 而我最近呢 我也是發覺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有一位我認識的人呢 我記得他以前跟我說過 他不喜歡吃車離子的 我真的記得他這樣說的 那所以呢 我就是不會 就是不會安排一些車離子給他吃 然後我有一天就看到他吃車離子 那我說 你不是不喜歡吃車離子的嗎 他說 我什麼時候有說過 我很喜歡吃車離子的 就這樣說 那不只是車離子 有另外一個食物 我已經不記得了是什麼 那我就問他 你不是很喜歡吃的嗎 他說 我最討厭吃的那樣東西 那我覺得我是不會記錯 但是 那事實證明 不是啦 是當時這個時間線 那而這一位人兄呢 他都是 我都在不同的樹幹上面見到 都是見到他的 有時候他就會在 surprise 跟著會surprise 又變回surprise過 那這個我想是 是一個不同的 同一個場景 但是你在不同的 時間線 你就是會有 就是這種 孟德拉效應 是很頭暈的 就是解釋都解釋得 就是一言難盡的 但是這個 跳來跳去的 這個呢 就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為什麼呢 原來呢 一些 你譬如做法好呢 你有機會呢 可以選擇你的timeline 你可以選一個你要的處境 因為你有選擇 因為你是做跳來跳去的那個 有些人永遠不跳呢 他就stuck了那裡 他就困在那裡 不能動 無論處境好還是不好 他沒有選擇 那恩果呢 那 Johnny呢 他都有說過的 恩果其實 不要將他呢 就說到 哇 很宗教化 其實不宗教化 他只是一個理論來的 那如果我打人 那我的能量 就是一個打人的人 那我就會吸引一些 暴力的人 跟我共振 因為我是沒有可能跟一些和平的人呢 有共振的 因為我們振頻不一樣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你做一些打人的人呢 就會跟一些打人的人呢 就會跟一些打人的人呢 就震在一起 那你就會 跟他們呢 就會 糾纏不清啦 那你就會發覺 你周圍身邊的人呢 都是跟你自己那類人 但是這樣啊 如果你做一個 無私奉獻的人呢 那你就會跟那些無私奉獻的人走在一起了 那你會發覺 很多人呢 是 嗯 是無條件的幫你的 是對你好好的 那這個就是因果了 而因果呢 我們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呢 其實當你為人家做事呢 其實就是為自己做事 因為 所有的人呢 其實是同一個 生命共同體來的 那這一件事呢 我就很久之前知道了 我應該是四年前左右知道了 那但是人始終是有他的七情六欲 那你很難是真心是 去無端端 很無私地去愛一個人 不是那些男女之間的愛 那種是一個包容 愛是一種包容 一種理解 一種會替他高興的 那當然這種是超越了 會妒忌 會記得別人對自己不住 那些什麼 那就是這個 是一個因果 因為因果是一個太大的 一個課題 那三兩句呢 只是可以很遲家這樣說一下的了 就不可以再深入講更多例子 那我希望可以是很快的 將來呢 我去組織一些因果的故事 透過故事呢 就跟大家再講解多一些關於因果的好處 因果不是我們罰我們的 因果不是我們罰我們的 那呢 就希望你喜歡這個video的內容 那就是要等續集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video 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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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